醒醒 睡了一觉醒来 疼好疼啊 奇怪哎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为什么 在这里醒来啊 我记得我是在家里 抱着XX在床上睡觉的呀 可是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醒来了 难道我是个流浪汉 之前XX在床上睡觉 都是梦吗 睡着睡梦啊 可为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呀 呃 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 看上去像公园哎 我在公园吗 哎 这确实是公园啊 有游乐设施 还有滑梯 哇 感觉像世界末日一样的 这是大晚上吗 哎呦 这寂寞有点诡异啊 哈喽 有人吗 哎 桌上有东西 这是一个小孩子 红眼小孩子 身后跟着一个红眼的 鬼 这小孩子已经是被鬼附生了 1982年 所以现在的时间是1982年 198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能上去呗 干嘛 我现在还要玩游乐设施吗 还不敢去想办法逃出去啊 哎 这个东西啊 这什么呀 吃东西了 饿死宝宝了 睡了一觉感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嗯 哦 这里的门开了 我可以出去 哎 有一个小孩子的笑声 哎 我在那耳边怎么老是会有奇怪的声音啊 啊 脑袋里有声音 门自己开了 而且又听到小孩子的笑声 我好阴森啊 这些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白紧了个背包 嘿嘿 谁 谁打开了吗 没有人吗 没有人的话我出去咯 什么情况 吃坏了吗 哪个缺德鬼把过期的东西放背包里 还我吃了 让我吐 刚吃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了 感觉肚子空空的 突然又饿了 怎么办 呃 现在我们要干嘛呢 我这边好像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哎 哎呦 我们走左边啊 还是走右边啊 哎 谁 谁在往出去 哦 哦 哦 我们还是换条路吧 啊 那边太黑了不能走啊 一个大男人呢 怕什么黑啊 默默唧唧的啊 还怕黑啊 好吧 看来只能走另一条路了 另一条路上有灯 啊 啊 我什么情况 我吓我一跳 一棵树倒了吗 我逃险啊 差点被树砸中啊 哇塞 不是吧 有人要谋害我呀 这树平白无辜的为什么就倒了呢 差点被砸中啊 哇 这个地方好像有点不太最近 我们必须得小心点 脑袋里的声音要告诉我一直往前走 我感觉它是不是要害我 我觉得我是不是被人抓去做了实验 在我脑袋里面植入了一种声音 我是不是受人控制了 做完实验了 然后把我丢在了公园里面 以前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哦 好可怕哦 这个箭头的左边是公园 然后刚刚那个箭头 写着什么来着 是什么湖 前面是湖边吗 好吧 继续往前走吧 哎呦 这个地方的路怎么这么狭窄的啊 我感觉又有事情要发生 哎 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突然着火啊 啊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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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火烧过来了 哇 不是吧 哇不可思议啊 突然这么大的火 而且还直接烧过来了 我的天哪 怎么回事啊到底 而且周围全是火 回不去了 这火到底是哪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是来到了 湖边 对应该是来到湖边了 水上面有船 这里应该是个小码头吧 哎 奇怪哦 脑子里面的那个声音 他怎么知道水上有船呢 他是怎么看见的 大晚上的这么黑 根本就看不见啊 前面这个是船嘛 但是我过不去 有点远 就这点距离还过不去啊 搞笑诶 怎么回事啊 那边的门开了 哦 那边的门怎么突然开了 哈喽 哎呦不是吧 里面有人啊 哈喽 谁在里面 哈喽 哎没有人啊 到底是什么声音 为什么一直会有这种 呕吐的声音啊 哦 房梁上有一根绳子 难道说之前这屋子的主人 上吊了 刚刚那个声音 就是鬼的声音 哎 男主也要上吊吗 不会吧 可以把这个绳子拿过来吗 哦 可以的 啊 原来不是上吊啊 是用绳子把船给拉过来 哼 我还以为我也要上吊呢 去陪这屋子的主人 让他在黄泉路上不孤单 我突然发现这游戏很好玩哎 很有意思啊 这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吧 赶紧划船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哇 哇 这个可以啊 这什么招式啊 跟蜘蛛侠一样的 好好好现在把船拉过来了 说真的这点距离还需要用绳子吗 跳过去不就好了吗 哎 这音乐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越来越重啊 啊 走走走 上船 走吧 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哦 哇 去哪呢 哦 看这个船 嘿嘿 耶 上船咯 我觉得在水上应该也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哎 怎么 我怎么 我怎么卡住了 啊 下雨了 嘿 什么情况 下雨还打雷哦 脑袋里的声音还叫我冷静点 那感觉它是另外一个人格一样啊 怎么突然下雨了呀 我们得赶紧划船呢 再不划船的话 这个小船全都是水 船要沉了可不好 我们去哪里 我这么黑呀 完全看不到啊 不管了 不管了 直接往前走吧 我还打雷 又是火灾 又是打雷 又是下雨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哎 前面有灯 我看到了 靠岸了吗 这边可以靠岸吗 这边 哦 靠岸了 靠岸了 哦 上来了 哦 这又是哪里 又到新地方了吗 小船滑了一会儿就到了 这个地方应该还是和之前一样的小镇吧 反正我应该还没完全逃出去 之前的路已经被大火给封住了 只能走水路了 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呃 唯一的路就是这里了 往前走吧 哎呦 哦 谁 哦 有妹子 哎 有妹子 嘿嘿嘿 我去前面看看 哎 前面没有路 哎 有妹子 有妹子 妹子别跑 那晚上呢 要去哪儿了 小妹妹 哦 这什么啊 私人领地 前面就是私人领地了吗 呼呼呼 我散闯私人领地 会不会被打死啊 哎呦 这不关我的事啊 是那个妹妹 把我引到这来的 他可能想帮助我什么 啊 啊 什么 龙卷风 哇 大 哦 哦 为什么会有龙卷风啊 我刚刚是被龙卷风给吹倒了吗 显然龙卷风现在已经过去了 突然的火灾 突然的龙卷风 这怎么回事啊 你需要继续移动 脑袋里的声音还是跟我讲要继续往前走 哇 我感觉我真的受人控制了 我 我现在是 很冷了吗 我现在又冷又饿又累 谁能帮帮我 谁能帮帮我 前面的妹妹 你可以帮帮我吗 这什么地方 这是大门吗 大门被锁住了 我进不去 应该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的 有什么地方可以走进去 哦 这里有洞 这里有洞可以爬进去 爬狗洞爬狗洞 这个地方应该是别人的家 还是属于私人领地的地盘 擅闯私人领地肯定要被打死的 哇 好像是一个大房子 这里的人真有钱 之前突然出现的那个妹子 应该住在这里吧 是他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我看看这户人家能不能帮助我 那个妹妹在这个地方吗 妹妹 妹妹妹妹 妹妹帮哥哥一下 这里有门 我可以进去吗 哈喽 有人吗 这门锁住了 不行啊 这个屋子 好不容易碰到的啊 我一定要想办法进去 至少躲雨也行啊 哈喽 有人吗 有谁可以帮我一下 我只睡一晚就可以了 我能不能直接破窗走进去呢 哦 这边还能再走进去啊 The window The window 哦那边有窗 哦我差点被这个东西吓了一跳 你知道吗 我以为这里有人站在那边啊 原来是一个雕像啊 里面有个窗户 诶 这是厕所吗 我想拉屎 哦 怎么直接到窗户那边了 诶 我去 我去 我有人啊 这屋子里果然有人啊 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 可以求助了 啊 有人跑出来 你觉得你做什么呢 兄弟 拜托 你可以帮我 这这里是区别的地 为什么你躲起来 我不确定什么 我刚才在这地方 为什么你受到的 你被人被攻击了 我不认为 我被遇到一个风 我刚刚遇到过了 风 啊 房子里的人说 他没有看见什么暴风雨啊 那我是怎么看到暴风雨的呀 还有龙卷风 还有火灾 难道说我之前所看到的 遗弃景象都是幻觉 哦 还好 可以找个地方避雨了 有个好些人帮助了我 诶 但不过 我觉得 按照这个游戏来讲的话 进屋之后 肯定没那么简单 而这个人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 啊 什么 结束了 这是个电幕版 不是吧 我好想知道 接下来的剧情是怎么样子的 就这么结束了 突然一棵树倒了 突然发生火灾 突然又有龙卷风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游戏好有意思啊 好想知道进屋之后会发生什么 可突然就没了 简直掉人胃口啊 而且我突然发现这事情 在结尾的时候 男主说了自己的名字 叫Ather 在一开始公园那个地方 拿到了一幅画 这幅画上面 就写着男主的名字 所以这幅画上的内容 就是男主 旁边那团黑雾 就是男主脑袋里面的声音 可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幅画又是谁画的呢 哎呀 好想知道接下来的剧情啊 切死了 不能往下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